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8月2日 美国墨西哥湖增冠军 万众足目的美洲金杯决赛 将在星期一早上正式打响 比赛地点在美国忠诚体育场 长期竞争对手美国 和墨西哥将再次为荣誉而战 美洲金杯历史上奪贯次数最多的两支球队 又一次在决赛相遇 其中墨西哥曾十一次夺冠 美国六次问鼎 哥斯达黎加则已三次紧除其后 不是冤家不罪头 伴随着薩迪斯中场前射入关键球 美国一比零送走卡塔尔率先闯入决赛 而同日晚点进行另外一场准决赛 希托匡里拉射入绝杀球 帮助墨西哥二比一力克加拿大会斯美国 这个标志着美国 和墨西哥历史上第八次在美洲金杯相遇 亦是两队第七次在决赛中相遇 在之前的七次交手中 墨西哥拿到五场胜利 而美国有二场胜利 其中包括1991年的准决赛 跟名为美洲金杯的首届 同时 这个也是双方连续第二次参加美洲金杯决赛 去年墨西哥以一比零击败美国捧起冠军 荣获队史第十一座冠军奖杯 据数据统计显示 今届美洲金杯是1991年改名 以来第十六届赛时 之前十五届 墨西哥八次夺冠 美国就六次登顶 双方最近一次碰面是 在今年六月初的中北美洲国家联赛决赛上 当时常规时间踢成二比二平 直到家时赛 凭着普列石破门先分出胜负 最终美国复仇墨西哥成功捧杯 可惜的是 这名美国新星今次大赛母粉出战 双方近况 今届赛时 美国状态红到发指 豪取五年胜戒绩 其中连续凌加拿大 牙买加 和卡塔尔的战役非常经典 这个不可以不提 美国在攻防两端并发出的威力 进攻方面 戴雷迪克 和何柏等人脚锋颇顺 合计斩获十个球 而在防守端更是丧心病狂 只是在对阵马提尼克一战中 有过一个失球 其中四战都以凌风姿态赢球 另一方面 虽然没有美国连战连胜感抢眼 但墨西哥的状态同样出色 除了首战和千里达零比零门战成和 爆出个小冷门之外 其余四战络得全胜战绩 而且仅有一个失球 堪称攻防兼备 其间奔尼达 同富尼斯摩利两人表现强势 全队九个进波两人变合斩六球 今仗他们的表现颇受关注 就目前来讲 双方整体实力 近方 攻防表现等多方面 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唯一的差别就是美国在本土作战 这个情况 关乎这场胜负的关键就是防守 美国和墨西哥在今届 赛事当中都仅失一个球 是所有十六支队五中防守最好 边面的球员能突破重围打破僵局 边面最终的赢面将会大大增加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经销、二格、八格、MTA等精彩 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看好球